穆仁庄法就是泳春犬除了三道犬之后 最后的一套状法 据说穆仁庄法就是 当弟子开始要离开师傅 因为他差不多讲毕业了 师傅就会教他穆仁庄法 穆仁庄法是分开很多折手 每一折手由基本和最高级的手法 都包括在内 现在我们由曾浩斌师傅来表演穆仁庄法 这是开头的 这个就是第二折手 第三折手 好 第三折手 玩完第三折手 这是其中三折手法 所以穆仁庄法 我们可以看看穆仁庄法 到底是怎样用的 我给你们一个实用的方式看看 这个呢 你刚才看那个断慢动作了 你可以在庄里试一试 示范一下 就是这个 一标一扎一扎一扎 这个就是抛妆颈手 刚才他加上这个所谓扣脚 脚法呢 我们在泳春叫做下盆功夫 其实下盆功夫是泳春最高级的法度 差不多你不进去研究院 不进去大学 你都没有下盆功夫这件事 当年李小龙他学泳春 学了半年 他走了跟王顺良学打架 所以他就说泳春有手没脚 就因为他没有看过下盆功夫 好 由现在开始看了 我们可以看回 看回他刚才打的 看回到第一节的上半部分 现在第二节的下半部分 就在这里 二 菌 就是这样